看你家的頻寬快或慢 不過通常都很慢 比較聰明的辦法是怎樣 瀏覽按這個 這個書上沒有講的 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做這個環境 可能做了不知道幾十次 所以基本上已經很熟了 然後才會用各種方法 找到什麼呢 ADT 用下載版 不要用網路版 特別注意書裡面也不會告訴你 不要用書 你找十本書 十本書都叫你打網址 沒有一本書叫你用下載的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只有我上課會講 不然你可以去翻書 我每一本書都給它翻過 沒有一本是叫你用下載的 OK 那請你把這個打開來 然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這裡下有沒有 會出現兩個 然後一般書裡面也叫你拿兩個都打勾 要兩倍十天嘛 所以 OK 下一步 I accept 完成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什麼呢 Android的外掛 把它掛上去 那基本上 它還是會下載一些些東西 不過呢 這個速度 絕對會比你用網路下載 還有打勾兩個會快至少 我不知道十倍又十倍吧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再等一下下應該就OK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詳細資料了 反正它就從網路上把一些沒有的東西再把它下載下來 OK 我想第一個請各位先登錄這個 那如果說呢 你們在第一堂課沒有來的同學 我看我好像印象中我有把它當到 我有把它放在這個網址 19.168.1.10 然後這邊 這邊有一個4.2的 不要找到3.7的 4.2的開發環境 這邊也有ADT 所以這兩個 1跟2 如果你沒有DOWN到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DOWN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